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只要敢质疑一个假博士 人家学历造假 文凭造假 选举作弊 如果这些质疑的话呢 民主国家就通缉你 就逮捕你 也好啊 我们给民主社会这个两个重新定义了 所以台湾这个全世界这个被标榜为民主世界的楷模 就是不许说实话 一定要骗人 一定要做假学历 选举一定要作弊 这就叫民主国家 你要质疑他 你要反对他 你要揭发他 抓你 通缉你 诶 司法上 这个倒是也不错 我们重新定义 新时代的啊 这个21世纪末代啊 这个民主社会呢 是这样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做票 学历造假 贪污 不许说实话 全体骗人 这个就是民主国家定义 让台湾这么一做的话呢 也不错 我觉得大家好好的去思索一下 这台湾这个被标榜为民主楷模 还要在过两天什么峰会 还要介绍介绍 还要推广一下 诱惑 大老板真是厉害啊 这个地方如果是民主楷模了 那那个地方呢 那不更楷模了吗 说什么实话 在这个世界上 别说实话了 天天骗人吧 在台湾 骗人 不通缉你 只要质疑蔡甲博士 假的 你就是假的 抓你 通缉你 告你 你看看 八卦笑话啊 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就是 以前呢 我们对民进党啊 没有那么的恶感 现在呢 这个一提到民进党 哎哟 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 肮脏到了极点 丑陋到了极点 撒谎骗人 你看看这个 等一下我们说 陈志忠这个事情 撒谎骗人 在民进党内部 那是公开的 谁敢说实话 我做你 撒谎骗人 哎 为什么说 陈志忠老不倒啊 前两天讨论啊 为什么陈志忠这么烂闹 还不下去啊 哎 他只要说蔡甲博士 好 只要听蔡甲博士的 你随便撒谎 你绝不会下去 你不用辞职 没事的 这就是第二话题 就是我们看到了 也是忠实的 我不念这文章了 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就是高端现在 没打完 剩下一堆 大家可能不想打了 干嘛 怎么办处理 陈志忠说 报废 报废 钱呢 哎 你拨过去那钱呢 要不要退回来 钱去哪了 这报废了 哎 这钱损失了 谁负责 是不是继续还打钱呢 拿着这个 拿着工款 就这么造 造完了 一句话 不要了 报废 扔了 就完了 这么多专家 哎呦 还论证 论证了半天 什么EUA通过 假戏 蔡甲博士 打了一堆 赖甲总统 打了一堆 假疫苗 哇 你看看 高甲鱼 打了一堆 假疫苗 黄金 也是跟着 做假戏 一帮人 做假戏 骗人 最后一句话 一抹嘴 完了 没事了 不玩了 就完了 这钱就没事了 反对脑 不说话 你看看台湾 现在这个事情 肮脏到 就是都不想说了 我觉得 说了已经 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 无论是前面 刚才我们前面讲了 说 要通缉彭文正 后边的 高端的 扔了 不要了 这些都是民进党干的呀 民进党就这样啊 那些老牌的民进党人 是不是也得出来讲讲话呀 民进党是不是这样啊 当年又抛头颅 洒热血 又蹲监狱 又绿岛 又像陈菊这样 又亢奋 现在呢 一堆垃圾 让人家这种唾窃 不说话 为什么不说话呀 好处我先来了 完事了 台湾这个 还标榜为自个儿 是民主社会吗 我看可能连北朝鲜 都不如了 还不如北朝鲜了 过一段时间 再过段时间看看 可能北朝鲜 人家玩得挺好的 也许呢 台湾这个事情呢 现在是 不谈政治变霸 只要一谈政治 看那些信息 看完了以后 都觉得 很略直 很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感觉 就是 这么烂的事情 在台湾能出现 这么明显的撒谎骗人 在台湾 在美国 在AIT 在美国在台协会 在美国在台协会的眼里边 嘴里边 标榜了 要推广 这平台 你看看 推广给谁呀 你就推广给美国吧 不用向外推广了 别人也不会学了 把台湾的经验拿回来 跟美国人学学吧 让美国人吸取一下吧 美国人也弄个什么 高端低端的假疫苗玩吧 或者说 过去台湾 在某些方面 人们还觉得有点夸奖的内容 到现在 怎么怎么看 找不到了 找不到他这个社会 还能好到哪去 就在目前这种状态 再打开台湾的这些新闻 看看 整个看了半天以后 除了八卦还是八卦 没了 台湾这块土地 就让民进党给糟蹋成这种样子 以后呢 我看好不了 至少这未来这两年 在蔡贾博士执政这两年 好不了 后边能不能再好 我不知道 我估计也是好不了 不看好这个社会了 已经 但愿台湾人民能够 老百姓啊 一亩三分地 把自己的小生活 搞好就行了 别去管那个东西了 管多了心情不好 看多了心情不好 说多了 还得背插水表 你看看这种台湾这种 无耻 台湾这个民进党啊 无耻下流到几点了 还把自己收成一朵花 还让美国人说它是一朵花 美国人还说它一朵花 当然有网友留言了 网友说 美国的在台协会 不可能不知道 蔡贾博士是贾博士 也不可能不知道 中天被关掉 也不可能不知道 817是做的 他们认为 美国的AIT都知道 那好 那既然都知道的话 昨天我们说了 那第二种设想就是 你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这是一小偷 但是你告诉大家 他是好人 那能说明什么 说明你也是小偷啊 不是这样吗 你也是贼啊 贼才能去包庇贼呢 好人怎么去包庇贼呢 所有网友留言就是 一个大贼 保护一个小贼 一个大小偷 保护一个小小偷 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可能 我觉得有点意思 有些时候 网友的一些留言呢 我一会看看这两天 不是很忙着看一看 我觉得挺有意思 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都很聪明 只是这些信息呢 如果能让更多台湾人知道呢 会更好一些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